两位警察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黑色尸袋扔进垃圾车里 印度北方邦出现这样的惊悚场景 原来是新冠病毒死者家属拒绝收回遗体 最后只让垃圾车再去火化 印度公布最新数据 5月短短31天 全国有900多万人确诊 将近12万人死亡 双双改写全球单一月份的新高 现在全印度累计已经超过33万人染疫死亡 也让不少小朋友成了新冠孤儿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导致印度 至少有1700名儿童失去了双亲成为孤儿 7400名儿童丧父或丧母 尽管如此 印度疫情还是逐渐被控制下来 过去24小时 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2万7510例 为近两个月来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新低 单日新增确诊 写下54天以来新低 比起5月初单日新增40几万例 更是大幅减少7成 就连死亡和住院人数 也写下一个多月来的最低记录 目前印度全国有超过一半的地方政府 用封城来防疫 这也冲击印度的基础产业 尤其是供应全球将近两成的药剂产量 更只剩下原来的三成 德国经济周刊近日报道 由于大规模的封城措施 制药公司基本停摆 印度向欧洲等地区出口药物的供应链 目前已处于崩溃状态 作为世界药厂 印度的疫情也将冲击全球的药物供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